今天我来为大家继续讲解风骚律师第三季第二集 上集我们讲到 吉米以为自己成功地劝说了查克 让查克打消了辞职的念头 却没想到自己竟落入了查克的阴谋 老麦发现有人在自己的车上安装了追踪器 聪明的老麦用反追踪 想要找到追踪自己的到底是什么人 查克为了能够扳倒吉米 在家还专门聘请了私家侦探 一天24小时守在查克的家中 老麦等到深夜 发现有人偷走了自己的邮箱盖 就一路跟了上去 发现他们将追踪器交给了一个小胡子 老麦随后又开始跟踪这个小胡子 老麦发现这个小胡子 到了几个偏僻无人的地方 还在这些地方分批拿到了不少的毒品 直到第二天早上 小胡子来到了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地方 那就是兄弟炸鸡店 相信老粉都该知道 接下来是谁该登场了 吉米前几天营业 律所来了很多的客户 这让吉米都有点忙不过来 只好打算招聘一个前台 这天一个胖女人来到了吉米的律所 她在车管所工作了七年的时间 见过各式各样的人 所以知道该用什么方式 与什么样的人相处 在吉米的询问下 得知她也遇到过很多老人 有时候和他们说一些事情 他们根本听不懂 但她从不会对这些老人大喊大叫 这让吉米很欣赏这一点 吉米的工作主要是老人为主 但金的客户目前就是梅萨维德 这一个客户 所以金想找一个懂法律方面知识的前台 好来解决客户的一些基本需求 吉米很满意她为老人们 处理方式的态度 想让她明天就来上班 但金却不太满意 金先将她支开 询问吉米干什么这么急 就不能多看几个人的简历吗 她才是今天来的第一个人 吉米觉得她非常的合适 她在车管所工作过七年 那里简直就是地狱的第五层 她完全满足我们的要求 但金还是想找一个有着法律经验的人 吉米告诉金 自己十一分钟后 有一个广告就要开始播放了 到时候自己的电话肯定响个不停 吉米想让她先试试 自己有预感 她会做得很好 金看吉米都这么说了 也只能同意 很快电话就打了进来 果然不出吉米所料 在吉米的指导下 她和老人们聊成了一片 还留下了老人们的联系方式 并有序的为老人们安排了时间 这样吉米很是开心 直到老麦的电话打了过来 老麦嫌吉米的新助理废话真多 老麦让吉米第二天早上帮自己一个忙 早上跟着小胡子进入兄弟炸鸡店 看看小胡子有没有将手里的包交给什么人 或者有没有装什么东西进去 吉米来到兄弟炸鸡店 要了一份炸鸡后 紧紧的盯着进入炸鸡店的每一个人 很快小胡子就进入了炸鸡店 小胡子进来后 吉米紧紧地盯着小胡子 那行为举止分明是在告诉别人 我正在监视着你 小胡子坐在一旁吃着手中的炸鸡 再没有其他异常的举动 吉米头也不动地一直盯着小胡子看 早就被身后打扫卫生的炸鸡书看在眼里 小胡子吃完早餐后 将垃圾扔进垃圾桶后就转身离开了 吉米以为他在垃圾桶里扔了什么 就整个人钻进垃圾桶去寻找 看样子吉米对垃圾桶还是情有独钟 在吉米翻找时 炸鸡书上前询问 有什么需要帮助吗 吉米灵机一动 赶快将自己的手表扔进了垃圾桶中 炸鸡书马上将垃圾桶直接拉出来 在垃圾桶中帮吉米找到了手表 这服务绝对值得上五星好评了 吉米从炸鸡店出来 就将刚刚发生的详细经过 全部告诉了老麦 他进门点完餐后 就将背包放在了脚下 全程没有任何人碰过背包 五分钟吃完早餐后 他就拿着背包离开了 什么也没有留下 自己还翻了垃圾桶 吉米感觉这太刺激了 感觉老麦像007一样 老麦告诉吉米 今天的任务结束了 你可以回家了 随后就将吉米赶下了车 吉米只好识趣地 开着自己的小黄车离开 这一切都被炸鸡书看在眼里 原来炸鸡书早就发现了 吉米在监视小胡子 就临时取消了和小胡子的接头 老麦认定小胡子的接头行为 肯定是在炸鸡店 就在炸鸡店不远处 一直监视着 这时炸鸡书的手下 开车出现在了老麦的身后 并拿着追踪器离开了炸鸡店 老麦看追踪器有了移动 马上开车跟了上去 老麦跟着追踪器显示的位置 一路跟了过来 跟了没多久 老麦发现油箱盖 被放在了公路上 上面还放着一部手机 这时油箱盖上的手机响了起来 老麦知道 这个电话是让自己接听的 就毫不犹豫接起了电话 这时小黑开车来到了吉米的律所外 他给金打来了电话 约金出来谈谈 自己本来不该给金打电话 这样会留下自己的通话记录 也许也不该让吉米看到自己 自己是受律所的保密协议约束 有些话不能直接和吉米说 和你说有个缓冲区 那样自己就不算违法吧 自己不想惹上麻烦 这让金很是好奇 到底是什么事 小黑纠结过后 只好将录音的事告诉了金 金冲进律所 马上就将吉米叫到了办公室中 金在纠结该怎么和吉米说 金让吉米给自己一元钱 这样自己就是吉米的律师了 看过读师的大家应该都记得 索尔最早和老白见面时 也要了一元钱 原来这都是从金这里学来的 金拿过一元钱后 询问吉米 你和查克说了什么 吉米瞬间反应过来 是报应来了 马上向金解释 那天自己去查克的房子 查克将房子包得像锡纸厂一样 他以为是自己的脑袋糊涂了 当时他整个人都崩溃了 自己不能眼睁睁地看他消沉下去 为了劝说查克 就告诉查克他没有犯错误 自己这么做也是为了能让他好受一点 金告诉吉米 你和他在谈话的时候 被查克录了音 这样吉米都有点不太敢相信 但是不知道查克录音要干什么 金决定调查一下查克的用途是什么 吉米失望地走出了金的办公室中 先把来律所的老人客户们的业务全部处理完 并夸奖新来的助理干得不错 金一直在为吉米想办法 该如何解决录音带的事 金已经和自己之前的教授通了电话 新墨西哥法是承认一方认罪的 所以查克的录音是确实有用的 但吉米去查克那里是担心他的精神崩溃 吉米的话确实让他感觉好受了点 这可以减轻吉米认罪后的责法 我们可以从照顾查克的这方面入手 如果不行的话 录音播放后肯定是必大于利 金目前只能想到 查克想将这段录音拿到法院的用途 如果是给凯文听 自己现在肯定是接到了凯文的电话 此时吉米在撕着墙上的胶带 就像那天在查克的房间 为查克撕胶带一样 吉米此时的心理非常的复杂 金告诉吉米 现在能做的就只有等着 到时候事情来了 再随机应变 此时汉姆林偷偷摸摸地 将车停在了几个街区外 并一路翻墙来到了查克的房子 这一切都是查克让汉姆林这么做的 汉姆林告诉查克 这都已经八天了 还没有按照你的计划执行 这八天 花在私家侦探身上的钱 也越来越多了 查克告诉汉姆林 自己的弟弟违法了 自己不能什么都不做 汉姆林让查克轻轰大脑 认真考虑其他可能的策略 但查克还是想用这个计划 套路吉米 自己了解自己的弟弟 他肯定会来毁坏录音带的 或者晚上偷走录音带 就在这时 吉米大喊大叫的来到了查克的家 生气的吉米一脚将查克的房门踹开 根本没有注意到 私家侦探和汉姆林也在房间里 吉米拿着工具 将查克办公室的抽屉撬开 翻出里面的录音带 并当着查克的面 将里面的录音带直接毁掉 还生气的质问查克 汉姆林怕吉米再把事情弄大 就大声制止了吉米 吉米这才发现 一名私家侦探和汉姆林也在房间里 查克询问汉姆林 你们看到了吉米冲进来的事情了吧 吉米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又落入了查克更大的阴谋中 风骚律师第三季第二季 到这里就结束了 吉米得知查克欺骗自己 很是生气 头脑一热 直接冲进查克的家里 将录音带毁掉 没想到汉姆林和私家侦探在房间里 自己冲动的举动 又落入了查克更大的陷阱中 老麦一路跟着跟踪器来到了郊外 没想到这个人也早就发现了老麦 老麦会不会陷入危险 查克的这个陷阱 会不会让吉米翻不了身 请关注之后的剧情解说 下期我会接着和大家分享 风骚律师这部美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